美飞肩命肩演习已于本周结束 绷短12天内 美军诸多行动耐人寻味 首先是美军爱国者系统 首次在菲律宾旅宋岛北部 使用气垫船进行了两期登陆演习 此处距离中国台湾地区 仅隔着一道约300多公里的巴士海峡 有外媒指出 这次演习不仅成功证明了美军 在亚太地区快速部署爱国者的能力 以让美军演练了在巴士海峡 所死第一岛链的战术 二是此次军演正值菲律宾总统换届之时 外媒认为 此时美国与菲律宾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军演 目的是为加强两国在协同作战方面的能力 同时也在彰显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 三是此次军演的核心区域距离中国黄岩岛极近 位于马尼拉北部的塔拉克省 也就是美军在菲律宾的两大军事基地所在地附近 四是在演习期间 美军林肯号航母曾在南沙群岛附近活动 据悉美航母这次是通过明都洛海峡进入中国南部海域 分析认为 这处海峡距离中国大陆较远 美航母想利用快进快出的战术 在战时对中国进行偷袭 消息人士称 美国从今年年初就一直在演练这种战术 当时通过明都洛海峡的是美军卡尔文森号